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清楚 他们打算在官方禁止进入广场前先占据这块地方 学生们不理睬政府的威胁 发誓次日上午官方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时始终要留在广场上 天安门广场上宽慰的抗议人群即兴举行追悼胡耀邦的仪式 他们低头默哀 在纪念碑底座旁直放了许多花圈 并且高唱中国国歌 歌声在巨大的广场上回答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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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追悼大会即将开始时 我和沈林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场面 依我看 示威者大约有十万之众 他们与层层警察形成对峙局面 在警察的身后可以看到一长串年事已高的官员 他们正步履艰难地缓缓登上人民大会堂正门前的 一层又一层的台阶 去参加官方组织的追悼会 警察与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推推嗓嗓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们所目睹的是中国政治局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看到自己斗争的成绩 感到欢欣鼓舞 同时 由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们 在前一个周末到广场上加入学生队伍中间 以示社会对学生的广泛支持 学生领袖们也备受鼓舞 他们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于官方的学生联合会 取名叫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4月20日星期一 学生组织发动罢课 以迫使政府与他们对话 我能理解学生们为什么怨气冲天 虽然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失去控制 但是政府却削减了教育经费 所以大学里的授课图书馆和研究设备等各项服务 每况愈下 同时 学生们和教授们都发现 靠他们那一点点津贴仅够勉强糊口 在中国 知识分子在历史上 长期以来自以为属于特权阶层 可是现在受到良好的教育 并不能够保证一个人得到较高的报酬 此外 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要想找到好的工作 关系比能力更加重要 许多年轻的抗议学生在呼喊打倒腐败的口号时 是有相当个人成分的 他们的牢骚已经同中国社会上酝酿的广泛不满 融合在一起 他们没有民主的经验 但是民主必须从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开始 我并不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 但是我也不反对他 如果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话 中国可能陷入混乱之中 所以我支持共产党内的改革派 希望他们能够带领中国走向民主 然而自从胡耀邦被罢官以后 我觉得改革的步子变慢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抗议 不应当让少数几位所谓的领导人决定一切 一位竖着一条辫子的年轻姑娘插嘴说 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北大正在成为学生运动的神经中枢 北京各所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都齐及北大 中国过去十年的开放政策 使许多学生接触到西方思想 对于他们来说 民主似乎简单的意味着新闻和言论自由 抗议学生提出要民主 并不是要求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 我越听越肯定学生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 而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学生运动 他们并不想推翻中国的体制 而只是欲请那些老一辈的人 聆听他们的呼声 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并对他们表示尊重 也就是承认这些学生 同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 背负着帮助改善中国社会的使命 但是我意识到 在中国的一党制度之下 这些恰恰是共产党当局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 一旦官方准许学生成立独立的学生联合会 就很容易引起其他方面的群众要求 成立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 教会及其他组织 实际上在政府拒绝承认学生运动合法 拒绝承认他们的要求合法之中 就孕育着未来悲剧的冲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